密宗道持敌广论 了之道要成事 未先修 第华品第五之恶 我们今天谈四三 绝地好恶之得失 这一段里面呢 我们先念他的这个经文 若如上说而觉 一切法财意愿 皆能成就增长 若解一处生多过失 如前论云 此真法财愿 若觉满神王 所压九分土 上父母子女 七缺自见亲属 结背后致死 或离家失财 结尾死相马 牛羊极力衰 五除有目法 遗爪非遭损 有时遭轰斩 咳骨可 康染意 有骨感痛苦 这里面他所谈到的 就是讲你 轰水做错了 他会很麻烦的 反正你轰水做得对呀 他会争议 有所增长 所求能够如愿 但是你轰水 轰水 轰水 轰如做错了 按照他们 这个藏人的这个讲法 他说你只要挖到蟒蛇王 父母都会完蛋 子女也会死掉 这个父母子女呀 七缺 所有的建属 都灾难 挖到蟒蛇的背 挖到背 不是挖到胎 挖到这个背 自己死翘翘 或者离家 或者这个失财 你挖到尾 满绳的尾 家里的这个象也死了 麻也死了 牛也死了 羊也死了 很简单的 家里你只要养鸡 那个鸡 那个鸡他就不吃米 他就不吃 他自己饿死 这个讲的是说 家 家禽啊 那个六婿啊 六婿通通不安 通通不平安的 这个五除有木法 这个就是说你啊 破土的时候 破土的时候 一产下去啊 底下有木头 有朽木 啊 有朽木的话 那也有灾难 有遗爪 非遭损 也就是说 会有损失 有时遭轰灾 你一破土下去啊 底下有石头 你没有清除 这讲的便不是说 底下有什么东西 你就会得什么灾难 而是你没有清除 就会得到灾难 那个石头 你没有清除 会有轰的灾难 这个 稻骨啊 跟壳啊 就会有病 你没有清除的话 就会有病 有骨感痛苦 你挖到了这个龙骨啊 这个蟒蛇的骨啊 你就会得到病 就很痛苦 他这个 他们这样 是这样子讲 其实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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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啊 一般的 这个江湖世事 所能够啊 去给他 这个 认识的 也就是说 风水的邪问很深 不是一般人可以去了解 去深入的 你没有真正的邪问 不要去碰他 很多人啊 以为这个法 只要你的光头是法师 他一定会看风水 他只要是上师 人家就来请他去看风水了 啊 你是上师吗 你一定都会啊 那么拜托你来看我家的风水 他又不好意思讲说他不会 他就说好吧 我去吧 那去看了 哦 哪里看了 比较舒服 就坐在哪里 这个也是对的啦 因为哪里舒服 当然是有好处 你看那个房子里面呢 有一间很阴阴沉沉的 打开一看 哇 心里不舒服 很阴沉 那一定有这个阴的在里面 啊 这个阳光啊 空气很流通的 玻璃窗很多的 很靓丽的 哎呀 这一间好 这个感觉上 你用你的感觉去做风水 是没有错 但是呢 也会出毛病的 因为其中的邪问是很深的 大家以为说 哎 上师嘛 一定会看风水的 这个师父会看风水 所有的上师一定会看风水 所以每个上师啊 只要当了上师 都被邀请去看风水去了 他们有没有学过风水呢 我当师父的都还不知道 所以法师呢 很多法师人 人家也会请你说 哎 你帮我看看风水 假如你不深 知道风水这一门邪士 你没有真正的体验 跟正验的话 不要去碰它 因为你不但是害了别人 也害了自己 不但害人 也害己 你随便 你看看你 你动土看看 这个土一动啊 你碰到蟒蛇王 父母 子女 七千 所有的亲属 全部通通都死 都会死掉的 这个是很严重的 你是害死啊 害了人命啊 我觉得天底下的因果之间 以什么罪最重 杀生的罪也最重 没有什么罪业 比杀生的罪业更重的 所以很多的这个因果关系 千年而来的这些啊 啊 这个 盲啊 雅 阴啊 惨啊 大部分都是由杀业而引起 你 稍微去给人家看一个风水 本来你无心啊 无心 人家拜托你 那你是上司 你虽然没有学过真正的风水 但是总是知道一二 其他八不知道 你只知道一二而已 好 你去给人家看